字幕提供 今次我們做這枝花球 你看 有很多 一個個 好像球一樣的花球 我們這次用什麼材料呢 很簡單的 其實我們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 包生果的網 我平日買生果 我都會把這些留下 大家都可以準備 如果是買生果 留下這些網 我們可以做手工 都很好用的 還有什麼呢 就是 這些花枝 這些是我們怎麼準備的呢 其實這個是純天然的 這個是我 上班時間 就是在地下撿回來的 純天然的樹枝來的 我希望大家在準備這個樹枝那時候 不要拿著剪刀去 真的在樹上去剪 其實你逛街 那個過程 都可以看到 周圍有 掉下來的樹枝 你可以留下它 我們就可以做這些手工的 然後我們就準備些什麼呢 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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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溶膠槍 或者是萬能膠 然後還有一件東西就是膠紙 這個膠紙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我們在五斤店鋪 都可以買那些黏電線那些 找個顏色差不多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那我就要教你們怎樣做的了 那首先呢 我們先拿出來這個網 這樣沿著這條網的線 因為每一個網有線 那我們就是一條一條這樣剪 這樣一個網呢 就可以做一個花頭的 這樣可以做一個的 現在有準備好的,我全部剪出來 我們怎樣做呢? 這個就是一個網剪了這麼多 我們全部搭齊了 基本上搭齊就可以了 我們紮實改之後,拿著線,現在有用到線 用手指先拿著這條線的米 接著,我們就剪它 稍微拉緊一點 因為如果我們拉得很大,因為線很幼 那可能就拉穿了這個 我們有一點點力就可以了 再加多幾圈 接著呢 我們就收回去 我們就收回去 我們接著扣 把米剪掉 OK 接著,我們就剪了 再剪個鍋鍋出來 這樣剪大還是剪小的那個波波呢 就是由得來的了 你如果是喜歡那個波波大一點 你就剪小一點 如果想波波小一點 你就剪多一點 我們就這樣剪小一點 讓它均勻 讓它均勻一點 如果好像這個 那邊剪得不好 就收一下它 就出來一個波波的了 就出來了一個波波的了 好像我們這裡 這裡準備了之前做出很多波波 因為有些花花還未長出來 我們就準備一些剛剛粗牙的花花 剛剛冒出來的煎煎的花瓣 我們就拿兩條就可以了 拿兩條這樣拿著 都是用線先拿著一條 接著是長龍腥 接著是土花味 這裏都是酥味 將多餘的剪掉 將多餘的剪掉 剪掉 因為不需要那麼長 這裏我也是有準備出來剪了很多年 準備出來很多這些 小小的花瓣 OK 好了 我們的材料已經準備好了 花頭和小的花瓣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現在就有貼這些花球上去 我現在就貼用液溶膠窗 我們隨便找這個地方 我們就這樣放在上面 這樣 我們就這樣放在上面 我們就這樣放在上面 可以拿多一點 都可以拿少許 我們可以把這個花瓣 分鍋一分鍋 旁邊 也要把其他花瓣 其他花瓣 也是這樣 就像在這裡 可以拿一點點 旁邊的 按一下 加速 快一點 黏在上面 有些朋友说 我家里长期做手工的朋友 其实这些热溶胶不是很贵的 可以买一个 如果不想浪费这个钱 你们就可以买万能胶 也可以贴一下 我现在就试一下万能胶 这个万能胶也是有 一位老优技 真是很有心的 他介绍我 说这个很好用 专专帮我买了一枝 让我试一下 我试了之后 的确都很好用 我们都是同样 这样 放在旁边的位置 我可以插一扎少少 这样 黏住它 让它干一下 都可以黏住 不过 就不像 液溶胶窗窗 那么 实际 可能这个有时间长一点 其实我现在就没有带铁 如果你们在家里有那种铁 用铁 用铁 不要用手 这样的手很不舒服 都可以 都可以 黏住 然后 我们将其他的铁 一起买 然后 我们这些花球 黏住 黏住 我们又黏住 这些小小的 那些花瓣 刚刚 标出来的铁 那些 都是同样的方法 通常是煎煎的位置 对 我们来自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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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花瓣 天花瓣 都可以 有趣 她的花瓣 是 那些花瓣 她的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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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大家在家自己做的时间 最好放在那个花瓶里面 这样立体黏就方便很多 而且你可以看到整个效果更加好 就是觉得怎样黏会更加漂亮一点 就非常容易穿 控制效果 刚才我们说了 还有一样东西为什么没有用到呢 就是买的胶纸 因为我们黏在这里 大家都看到有一条线可以漏出来 那我们又用这种颜色 跟那个树的颜色相近的 可以黏着它一点 那就更漂亮 更深一点 是不是 是 一边 一边 就是 继续 是 一边 一边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我们一棵很漂亮的花球就完成了 大家喜不喜欢?自己回家也试一下 这边还差一个 还差一个 这边也差 很漂亮 大家回家也试一下 大家晚安 晚安 谢谢观看